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安心出行除了用作个人通关 更做要是一旦本港出现疫情 可以有效追踪确诊者的接触史等 豁免措施会否影响防疫成效呢 除了豁免 常愿要怎样帮助有需要人士使用安心出行 或者以其他方法记录行踪呢 本港同内地通关在职 两地政府还商讨着细节 通关初期会有配额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除了公务和商务人士之外 特区政府正争取分配部分名额 给有逼切需要回到内地的人 一直社会上反映 真的有一些人士 是有逼切的需要要进入内地 但我现在都是争取着 除了有公务商务的需要 都会在能够给到我们的配额里面 可以分部分的配额开放的 即是说它不是属于商务公务 但它真的有逼切的需要 所以它就去那个分配额那里来申请 虽然未正式公布同内地通关的日期 但今个星期五早上 当局会预先开放港康码 给市民使用同熟集港康码功能 申请人士需要上载21日安心出行行踪记录 而为了配合港康码出台 市民星期四开始进入所有食市 酒吧 健身中心 娱乐场所等 都一定要授安心出行 不可以再填资料 今年62岁的陈婆婆 前一天收到社会人士捐赠的智能电话 刚刚学会用安心出行 还未是很惯 有了安心出行 他现在进入街市买菜都方便得多 但原来在疫情前 他不时回到内地救护 现在已经两年没回去 他都很期待通关 因为我很多时候想卖一些东西 好像这里的东西很贵很贵 我想回到广州社会卖都没那么贵 因为自己的经济是有限 没有其他收入 我现在都是没有收入 所以想回广州去买菜都便宜些 而他是去买 就车一车来 但通关后要回到内地 陈婆婆还要学会用港康码 对于还未惯用智能电话的她来说 操作上有一定的困难 健康码 港康码 我还不知道 现在暂时都不知道 还要通过社工来帮忙 所以现在才拿到新手机 港康码都要上网 上网说网费现在聚席生活 环境变化又贵 所以想入最便宜的上网费 但当局公布扩大安心出行市 用范围以来 部分人担心长者不适用 有政党还认为 会成为长者申请通关的障碍 政府星期一终于公布 会豁免三类人士 包括65岁或以上 和15岁或以下市民 残疾人士和无家者等等 由社工认为 豁免只可以解决短期问题 如果只是说安心出行的话 短期来说豁免是必须的 而且都是帮到的 我们觉得政府在安心出行 或者用智能手机这个政策 有点后知后觉 因为始终安心出行 推出了这么久的时间 现在才突然间发觉 我们有40万个长者 是没有智能手机的 可能买不到菜 去不到喝茶的 会不会太晚才发觉呢 因为始终政府 已经统计处有数据的 他认为当局应该考虑其他方案 协助长者使用安心出行 或者用其他方法记录行中 否则他们很难回内地 很多长者可能有家人在内地 或者子女 都会回大陆探亲的 也有一些是 家人在内地想来照顾 所以如果通关的需求都很大 能快研究一些替代的方案 比如长者的八达通卡 的覆蓋率是非常非常高 之前消费券的时候 也都已经测试过 那会不会可以在 身份证啊 智能身份证啊 或者是八达通卡那里 可以有些替代的方案 可以短时间研究出来呢 创新及科技局早前承认 部分人面对数码鸿溝 当局现在正同慈善机构协商 送赠手机和数据卡 给有需要的人 稍后也都会派外展队到区 协助市民学习使用港康码 但安心出行除了个人用来通关 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一旦本港出现疫情 可以有效追踪 确诊者的接触史等 有专家说 现时豁免群组不算大 相信覆蓋率仍然全面 安心出行去到覆蓋 就会去到接近全面了 剩下的那些 只是一些没法使用的人士 而这件事 和全世界使用这些追踪系统 都是一致的 他始终有些不能使用系统的人士 他都用不同形式的豁免 但他认同不可以再扩大豁免 否则会影响防疫效果 虽然你是没有真正过关的人 你是不需要 就是说是情报你的信息 也不需要安装香港健康码 但反过来 如果我们的本地系统里面 这个行踪收集的系统里面 不是说一个强制性 是要求所有去过高风险的人士 除非有特殊问题 你也是要掃 你今上的系统 就起不了一个全面覆蓋的作用 无论在我们自己内防反弹 或者是要求过关时使用的国康码 其实里面都有一个绝对的需要 新加坡去年3月推出类似 本港安心出行的应用程式合力追踪 市民进出场所的时候要掃二维码 隔了半年后即是去年9月 因应部分市民没有智能电话 当地政府再推出蓝牙装置 同样做到追踪功能 是不是值得香港参考呢 其实你要面对一个问题里面 新加坡和内地的系统里面 他们那个你有没有去过场所的资讯呢 其实是会是受那个场地收集 入了一个中央的 就是说那个处理器里的 我们香港的系统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我们香港只是收集在自己手机里 你那些所有的场所里面 只是贴一个图出来给你掃描 二维码给你掃描 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收集 你那个电子的数据 如果我们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分别的系统 你就要所有桑户都要安装 所有数据收集的一些机制 也都要有一个中央处理器 时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